L.T.L.A. 字母 大家好,我是TELK哥哥 今次我要教大家用英文字母L去畫一些圖案 今次會是L 就是萬獸之王的獅子 事不宜遲,準備好的字和筆尾就要馬上開始 首先我們要畫了獅子的頭 這次我們要畫男生的獅子 所以他的頭會有很多毛 首先我們畫了獅子的毛 毛就很簡單 畫一個很彎很彎 好像棉花糖的圓形出來 獅子的頭髮 我當成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我就要畫獅子的樣子出來 我兩邊 就分別畫了兩個彎彎 然後我們就畫耳朵 我們就在畫兩邊的彎彎上 畫兩隻耳朵的獅子 然後我們就畫他的眼、鼻、嘴 那兩隻眼 我就用兩個彎圓形 我們這次是畫一隻很可愛的獅子 然後畫他的鼻子 獅子的鼻子也是很深色的 所以我會塗了顏色給他的鼻子 好,然後就畫他的嘴 嘴的部分 我們首先會在鼻子最下面 在這裡 找一個很短的直線 很短的直線就可以了 好,然後再畫兩個笑嘴給他 兩個彎彎 向上彎 好,然後獅子和貓一樣 也有貓鬚 那這些鬚我們怎麼畫呢 很簡單 我們就照在眼睛下面 鼻哥旁邊 這兩道 就是面珠燈這裡 畫三條線 很簡單 好,那獅子的頭我們就完成了 好,那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畫獅子的身體 那首先呢 我們就畫了 他 後面這裡的彎彎給他 那這隻獅子呢 我們就想畫他 在坐在這裡 那我們呢 就用了L字的形狀呢 表達他坐的姿勢 那在這裡畫了一個彎彎給他 之後我們就在這裏 在L字 然後就畫大鼻 之後就畫他的腳掌 之後呢 我們就畫回獅子的 前腳 我們就畫一個直線 之後呢 再畫一個腳 之後呢 我們就會在 這裡再畫一個彎腕 這個就是獅子的空位 然後呢 我們就畫他另外一隻腳 這次就是 有一樣的 我們就畫一個直線 再畫一個腳掌 然後呢 我們就會在這裡畫一個直線 再畫一個 獅子呢 大致上的外形就完成了 現在我們還差一樣東西 就是獅子的尾巴 就好了 用來畫一條 畫一條線 然後呢 獅子的尾巴 有些毛毛在這裡 好了 那獅子呢 的外形我們就完成了 今天就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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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